五老星光头野猪怎么最后消失了 光头野猪 这个形容非常有趣 人家是五老星水星 那头野猪叫做风吸 是来自中国神话 后裔摄日之中的一只怪兽 后裔摄日的故事 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 天上有十日 后裔在完成摄九日 只留下一日的任务之后 就去解决危害人间的六大怪兽 它们分别就是 早齿 风吸 羞蛇 打风 九鹰 以及阿鱼 这便是后裔故事中的六大怪兽 其中的风吸是在中原丧林之中 一头獠牙如己 力胜百牛 铁骨铜皮的大野猪 后裔实现射下了风吸的双眼 然后再将它火捉 总而言之 风吸算是一头不得了的大妖怪 虽然金星马骨的风采 是目前五老星之中最拉风的 但是就妖怪的级别来说 在五老星这一群 不入流的妖魔鬼怪之中 水星的风吸 就是妖怪级别最高的妖怪 它又存在在后裔的 适日故事之中 路飞又代表太阳 所以水星风吸 和太阳士妮卡之间 会不会存在什么特别的关联呢 带着这个典故之中的伏笔 我们就继续关注 在五老星妖怪之中 级别最高的 可能的猪猪果是幻兽种 风吸形态能力的水星 在之后的表演